那亞東醫院在上個禮拜我們發現了一個 因為患滑群聚事件 我們回座去做檢查 發現了一個確診個案 那以病人為主 那當然就挪移到皮阿隔離病房 我們發現他隔離病室 甚至在急診處的隔離病床 最後在不同病室的患者 他有陽性確診的反應 有最後三個是我們昨天才確認 甚至有兩個是在二次 一彩陰二彩陽的情況之下 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院內的傳播力 亞東醫院爆出院內感染危機 目前累積已經有 醫院緊急啟動內部疫調 匡列的醫護人員 截至今天中午 亞東醫院員工採檢全部都是陰性 新北市長佛友宜今天也召開記者會說明 院內已經全面消毒 臨界之道感染的來源 它裡面有一位病人 在他們重新再問了以後 發現這個病人是有萬華茶藝館的 一個足跡 那我們還會繼續掌握 後續整體的狀況 不過今天早上還是有不少民眾 在院外排隊 要自費進行裁檢 都讓人不僅捏把冷汗 因為他已經住在一個地點 因此我們就啟動了一些 相關的一些 無意調的活動 跟病患跟同仁的一些安息 連合院板橋院區今天成立了社區篩檢站 原本預計下午1點開始發號碼牌 但為了避免群聚感染 提早到11點半發放 限量200個一掃而空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沒辦法 萬華我去過 已經去過十幾次了 所以我也很怕我 這時候是不是有攀攬到 我本身已經有一些症 已經有症狀在那邊了 就胸悶肝咳 然後本身肌肉痠痛 才想說趕快篩 結果來之後才發現說 早上就有人排隊了 排了超過200多以上 這時候我們中午來了 根本都拉不到 那我今天也跑到三重 三重在那個聯合醫院那邊 一案也沒有不讓我篩檢 不少民眾晚來篩檢站撲空 便被告知輕微症狀 就先待在家裡隔離 避免和同住者接觸 先把醫療資源 優先留給重診患者 福發中心 新北報導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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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